6月初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 大约1900万年前的一次神秘灭绝事件中 使鲨鱼的数量减少了90% 科学家通过研究埋在太平洋深海沉积物中的鲨鱼牙齿 和其他海洋为化石发现 目前的鲨鱼多样性只是中兴市时代所灭绝的大量物种的一小部分残鱼 主导这项研究的耶鲁大学海洋及古生物学家希伯特指出 团队的这个发现完全是无心插流的结果 他们一开始决定从鱼类和鲨鱼化石风度的长期记录做研究 在同一个地方追溯到数百万年前 只是为了看看正常的背景变量是什么 不料却意外发现 在大约6000万年前到1900万年前的这段时间 沉积物中的鱼牙和鲨鱼牙的比例保持不变 每五条鱼化石中就有大约一条鲨鱼化石 但却在1900万年前左右 比例突然发生戏剧性的下降 100颗鱼牙齿中大概只剩下一个鲨鱼化石 在地质历史上 900万年前并不是一个环境快速变化的时期 而现代鲨鱼的形态在灭绝后的200万到500万年内开始多样化 2018年另一份研究化石沉积物中鲨鱼牙齿的论文曾指出 6600万年前消灭恐龙的小行星 也杀死了多达34%的史前鲨鱼物种